玩了幾天 終於從北海道回東京了 團友在機場繼續受到熱烈歡迎 日本代表還舉著香港棋仔 來迎接我們 來到行程的第五天 我們終於從北海道回東京了 第一,不用想 當然是來香港人最熟悉的新宿 就這樣看,新宿界頭人流一樣多 表面上就沒什麼分別 不過聽當地人說 這兩年的疫情的確令這裡有不少變化 有些商店甚至連大型百貨公司 都熬不住收拾了 這裡是新宿的地標 歷史悠久的水果店 但疫情期間,它也關門了 不過正所謂有危就有機 有店不僅成為逆史奇蹟 連開三間分店,還要過乾籠 說的,不是這家香港人 很熟悉的馬辣米線店 真的將香港的飲食文化發揚光大 這家米線店是今年三月底 才第一次登陸日本 他的選資正正在新宿 又接近火車站,又接近歌舞幾丁 我聽說他開幕的時候,超級烘洞 打完蛇餅,還要等兩個多小時 才吃到一碗米線 究竟香港和日本店有什麼分別? 試試就知道了 裡面又怎樣呢? 店舖樓高兩層,撞秀液十足十香港 周圍都是中文字 不過唯一不同的就是 這裡的市櫻比香港的更加青春可人 這天還被我們遇到一個 在這裡做兼職的香港留學生 你是多久之前開始登陸? 四月底 為何會特意來這裡? 因為很高人 普通飲食店是1100至1100 為何你們這裡有不值得吃? 因為是嬉嬉 因為是嬉嬉嗎? 你們真的很年輕 我不知道 我一般在香港都會點這個 日本和香港有分別嗎? 有分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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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我點了不少辣 平時我吃10小辣 因為我不可以吃太辣 我現在嘗試再辣一度 不辣 不辣 我買這個蕃茄芝士 香港真的無奈可以真的要嘗試 蕃茄很鮮甜 這裡不錯 涼罐芽末菠菜 酸酸味味是開胃的 阿忠覺得味道跟香港店不差太遠 其他食客不知道又覺得怎樣 原來有很多捧場客 都是香港人或盧學生 店真的一樣的感覺 純粹湯底會比較尊重 還有… 菜會有點方便 菜有甚麼味道呢? 例如腩肉的話 這邊比較像日本叉燒 因為它在日文都是… 但香港是腩肉的種族質不同 湯底是比較淡 沒那麼辣 但你們來到日本也會常常來… 都…很微笑 即是有家鄉的味道 可以吧 日本很少有地方吃美食 對啦 所以都基本上要撐住你 謝謝… 最近年來小小小的 我們來吃錢